中共四面楚歌,铁杆盟友翻脸民主党众愿力挺彭斯,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对中共的反击战,不但得到美国国内政治对手民主党的支持,也迎来国际上的群体响应。 日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发声响应副总统彭斯对北京的批评,几个此前和中方相当友好的小国,也纷纷对中共说不广告。 美国民主党议员声援彭斯,上周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接连出行了东盟峰会,APAC峰会等亚太地区的国际会议在这次行程中,彭斯严厉批评中共的贸易不公和一代一路等殖民政策,并明确美方将联合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盟友,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援助,以遏制中共在该地区的政治扩张。 在彭斯发表这些讲话的同时,身在美国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康纳利·Jerry Connelly,也接受了华盛顿观察家报,Washington Examiner,的采访警告,中共不要梦想,把美国改出亚太地区。 康纳利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的成员报道称,康纳利和彭斯互相呼应,可能发展成为川普政府与明年将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之间,在外交政策上罕见的共识点。 那就是强硬应对中共的经济侵略。 目前中共正在太平洋上扩充海军力量,并宣称对绝大多少南海海域拥有主权,还在南海部署导弹和建设军事设施康纳利。 趁浙江引发中美严重冲突,因为美方永远不会接受中方这些举动康纳利警告说,日本当年就曾犯过同样的错误,只将美国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本月初的美国中期选举中川普所在的共和党,保住了参议院,但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不过外界分析众议院职权更偏重外交事务,而民主党立场一般比共和党更为反共,特别是众议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Nancy Pelosi更是中共极为头痛的反共强硬派美国这种新政局对北京更为不利,中共多个铁杆盟友发脸。 中央社19日报道,柬埔寨总理洪森当天表示,柬埔寨宪法绝不允许国土上有外国军事基地。 这番话是在回应美国副总统彭斯,对临近南海处,可能出现中共海军基地的关切。 此前外界盛传柬埔寨西南部海岸正在兴建一座中共海军基地。 但洪森在讲话中博弑了该说法,近年来中共对洪森的强权统治提供支持,并投入大量资金。 中共拥有柬埔寨60亿美元外债的近一半作为交换。 柬埔寨一直是中共的坚定盟友。 另外中共另一个坚定盟友马尔代夫近期变天。 新总统萨利赫上台后立刻对闲任总统一流的中国债务提出批评,并宣布重新审查和中共合作的一代一路项目马尔代夫,是最早响应中共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 图为马尔代夫新总统萨利赫,Ebrotin Mohamed Solih,AFB Getty Image Flu透社19日消息。 赛利赫的顾问还表示,将退出马尔代夫和中共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 17日彭斯在A-Bag峰会上讽刺中共一带一路是沿线国家的一条不归路。 18日,菲律宾财政部长杜明奎马上响应,表示菲律宾政府将会审查一带一路协议。 此外,多次接受中共巨额援助。 The A-Bag峰会主办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今年峰会期间的表现,也让北京受挫。 该国不但将人打算让中共开发的马努斯岛海军基地,交给了美国和澳大利亚。 其外交部长还拒绝接见因峰会联合公报,来访的中共官员。 最后将来保安人员将中方人员赶走自由亚洲电台。 19日引述华人学者指出,北京今日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预措在A-Bag遭各国围堵,说明中方主导的所谓多边体制,被美方击破北京。 已陷入被动,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16日在美国之音访谈节目中称,美国当年领导那么多国际组织,是因为美国真正对这些国家让利并提供保护,而中共不愿意让利只关注经济上的掠夺和军事上的扩张。 所以在国际上当不成领导者自由亚洲电台,引述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办人鲍普分析,当一个超级大国撒钱的时候,很多国家都很愿意接他的钱,但拿钱后自己干自己的事。 这在苏联时期是有教训的中共用这种方式往世界上推行所谓中国模式,也肯定是要失败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